贾静文帝媳妇36岁生日自爆患乳癌,癌细胞已转移淋巴,化疗致脸肿变样。 3月8日,台湾演员朱新怡迎来了36岁生日,她在社交网公开一段视频,透露自己的人生即将走上一个旅程,可能有点辛苦。 我在去年发现患上乳癌第二到三期,癌细胞转移到淋巴,需要积极做全身性治疗。 因为化疗的副作用,朱新怡容貌改变,她在镜头前看起来肿了不少,但气色还不错,精神也挺好。 影片中,朱新怡提到先生魏斯里每一次都陪着她复诊,忍不住哽咽。 魏斯里原名贾子晨,是贾静文的弟弟,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好。 贾静文第一个在地媳妇的帖子下留言,你真的好勇敢,我们都在,生日快乐。 朱新怡公开患癌消息后,贾子晨接受媒体访问,坦言一开始得知太太患上乳癌犹如晴天霹雳,脑袋一片空白,无数个夜晚抱头痛哭。 经过治疗,朱新怡目前状况维持得不错,白雪球等数据都像正常人一样稳定。 有丈夫的照顾与关心,还有贾静文在背后支援,相信她能够战胜病魔。